2018年1月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全球用组织工程方法造出了人的耳朵 引发世界轰动 近日 这个团队又对外公布 称已实现可注射软骨再生技术 可用于人体组织修复和美容 这种技术可有效避免玻尿酸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 最终有望代替玻尿酸 日前 记者从此项技术的研发负责人处获悉 该技术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要用我们少量的组织细胞在体外大规模扩张来修复大块的组织缺神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追求的再生医学的一个原理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实验室先走向临床 记者现场看到 这种应用组织工程再生技术的具体方法是在人的小耳大耳后 取芝加盖大小的一小块软骨 然后在实验室分离培养出软骨种子细胞 并进行扩增 获得足够量的可用于注射的自体新生软骨细胞后 种植在由3D打印技术制作的可吸收生物支架材料上 在体外培养 最后用组织工程技术制作的支架材料进行器官再造 技术研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自体软骨再生技术又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突破 即用自体软骨注射塑形 通过把培养好的自体新生软骨细胞注入鼻子 下巴等部位后 软骨细胞可继续发育成为患者自己正常的活体软骨组织 并可终身保留 从而在微创的前提下实现类似天然发育效果 如果这个技术如果未来能够用得好的话 它就是可以解决两个大问题 一个就是说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它可以永久性的产生它自体的软骨 来作为一个充填材料 第二个呢 它就是因为它颗粒很大 它安全性比较好 它不会打到血管里去 目前该技术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相关医疗人员表示 除了外科修复 希望这项技术能在器官载造方面提供新的可能 优势是它是自体的东西 它很安全 而且呢 它的轮廓感很好 骨性结构很好 那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组织工程实验室 能够做出以支架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可雕刻的 可塑的 包括我们将来做整形外科的修复重建上 比如说骨缺损 比如说耳在造 比如说鼻在造 我们希望它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和挑战